网红诸葛亮纵横影视游戏历史三界 不管在西说还是正式中的出境率都极高 而他的死对头司马懿就显得出气般低调 甚至在三国之中都找不到一篇关于他的传记 那么问题来了 死后被尊为大金轩皇帝的司马懿 真的连篇传记都没有吗 当然不是只是司马懿的传记 并不在三国之中 而在禁书里因为陈寿写三国之的时候 三国时代已经终结了三家归进 司马懿是新王朝的建立者为了保住脑袋 陈寿自然不会把本朝奠基人的传记写在前朝的史书中 就是不写新帝正因如此 我们可以说司马懿是斗金谋臣陈州千范 看遍名将灰飞烟灭 终结热热闹闹三国的真正赢家 那司马懿和诸葛亮到底差在哪呢 同作为军师 诸葛亮和司马懿的作用 其实就像现在的手机一样 重点在于持久的功能性 能与时俱进 并且据审时夺势的为主子出谋划策才是王道 在这方面 诸葛亮就好比是功能新鲜用途多的水果妻 那他的一生之敌司马懿 就是朴实低调的国产超常待机 诸葛先生功能再强大 也架不住煤电 司马懿虽闷声低调 却能韬光养晦后发制人 那么问题来了 作为三国的真正赢家 司马懿终结时代的原因 真的只是因为活得长吗 当然不是他成功秘诀在于 稳 准 狠 外加随时上线的超强演技 天生影帝司马懿 装兵在行浑身细高副帅司马懿 出生于汉末实力雄厚的河内司马世家 所谓世家 就是指出身儒家 世代为官的贵族人家 司马懿家也不例外 他高祖父司马军 是汉安帝时期的征系将军 曾祖父司马量是省长 父亲司马房是首都市长 换句话说 他是个弟弟道道的官二代富二代 上头有人并且家里有钱 脑子里还有学问 家族田地数万亩 家产数一计 在河内一带那绝对是打个喷嚏 都能电闪雷鸣主儿 跟玛丽苏言情剧中的人设一样 司马家族不仅有钱 还有一群又帅 又有能力的孩子 家中八个兄弟全都智谋双前洋洋精 人称F8 司马巴达 而少有奇才 的司马懿则是这八位精英中 实力最强的一位 历史上的玛丽苏都如出一辙 这八位高富帅 都肩负着壮在司马家族的重任 而这件事 最终只有司马懿做到了 他充分发挥了天蝎座的最大优点 赴黑和任性 以致他能五十年来一直秉承这个目标 荣辱不惊 步步为营 从未改变 演技一流让曹操扑空 偶尔失误有萝莉助攻 有才有名有背景 曹操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人才 简安六年 刚刚取得关渡之战胜利的曹操 正找司马懿去为他效劳 聪明人都觉得以目前行事 跟了曹操就飞黄腾达了 可司马懿装疯卖傻就是不去 曹操当然不信 派人刺探 结果来探子来到司马懿家 看到的都是这副样子 曹操见此情形 只知道有诈 但也不好再邀 就作罢了 然而影帝总有暗的时候 有一天下雨 暗里说应该卧床的司马懿 突然看到外面亮晒的书要被雨淋了 于是一屁股坐起来飞奔过去收书 而这一幕恰巧被一个奴婢看到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这个时候 司马懿的老婆张春华为了防止泄命 非常果断一刀解决了这个奴婢 这一年是建安六年 司马懿22岁 他的妻子拿了手杀的张春华 是个12岁的罗利 司马懿这一宅就是七年 直到建安13年 曹操在赤壁大败 退回北方后再次征召司马懿 而这时候本应该继续装病 拒绝进入败者组的司马懿 居然破天荒地答应了 据三国之记载 曹操当时表了态说 若负盘缓便收支 就是司马懿 你啊要是在拒绝我 我就要搞你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 司马懿真的是因为害怕曹操 收拾自己才出山的吗 当然不是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自己的最初目的 保全壮大司马家族的荣耀 作为他是世家子弟 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首先不是他自己 也不是国家设计 而是他们家族的利益 曹操在关渡之战 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世家元少 为了巩固统治 他有意重视寒门子弟 而侧面打压世家的力量 这对于司马懿家族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关渡之战胜利之时 司马懿是不会出山 去帮助曹操打压世家统治的 而在赤臂的失败之后 曹操伤了元气 兵马结皮 单靠征兵遁天已经不能让他东山再起 他需要世家的支持 而为了得到世家的支持 就不得不拿出一部分权力来做交易 司马懿则是抓住了这次机会 唠叨了巨大的政治资本 超长代机号诸葛 任他神算也没者古时候打仗 规矩讲究很多 跟斗地主似的 上家不出牌 下家只能等着干着急 为明帝时期 诸葛亮出兵乏位 整整搞了半年 司马懿就是憋着不应战 诸葛亮着急呀 天天派人叫阵 司马懿只装没听见 难道仅仅是因为耸吗 当然不是据自己司马懿后来分析 曹魏帝大物博 人口众多 挤养不愁 两面作战也经得起 蜀汉呢 以州之地 道路阻隔 财力有先不说 运输就是个大问题 人吃马胃的 消耗不起 他们有备而来 但电量迟早会耗尽 既然有机会等到对方自动关机 又何必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出兵呢 果然不出半年 诸葛亮耗尽粮草 下线撤兵回去了 影帝上线杀曹爽 暗中观察夫黑狂公元239年 魏明帝去世曹爽专权 他不仅没能力总打败仗 还故意排挤司马懿 曹爽专权后 魏国实力下降很多 很多人看不下去 纷纷要求司马懿出来说两句 可司马懿就是不说 还拿出老计量装病 曹爽本来想除掉司马懿 但听探子汇报说 司马懿已像尸体一样 卧床不起 只有残余之气 行神已经分离 不值得忧虑了 所以先很大的曹爽 就不戒备司马懿了 殊不知 司马懿正在暗中调兵遣将 最终除掉了曹爽 公元249年 高平陵之变爆发 司马懿彻底清除了曹爽和气党羽 成为曹魏政权中无可替代的人物 公元251年9月 超长代基73年的司马懿 在帮其家族后代扫经了最后的障碍 逼死了同样有实力的反对派亡灵之后 耗尽了电量 永远地关机了 司马言称帝后 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 相较于被神话的孔明 被封神的关羽 被网红的王司徒 司马懿的一生都不怎么热闹 他像个闷葫芦 不张不扬不温不祸 一言不合就装病 大部分时间都看起来很耸 但是 他却是英雄辈出的三国中 笑到最后的人 在豪杰四季的三国时代 很多人一辈子做成了很多件大事 司马懿却看起来像做事最慢的一个 他稳扎稳打一辈子 步步为营 就只为了一个目标 司马世家的荣耀 他坚持自己稳得哲学 荣辱不惊 看似慢吞吞闷不作声 却能在关键时刻一发入魂 而也就是这股旁人做不到的忍金儿和任金儿 让他心中坚持的目标 在经历近50年的战火岁月后 依旧保持着最初的温热 人们总说 老哥稳 但在人生之路中 这份做事游刃有余 不慌不忙 无论经历什么挫折 都能保持初心的稳 在当下快节奏的时代中 又有几人能做到呢